機車不斷推陳出新 吸引消費者目光 如果以舊車換新車符合條件 就能得到補助金 不過對於手購族來說 就沒有這麼好康 沒有太舊換新的55% 超過一半的人 他是後務稅的17%是客軸的 所以應該是要把後務稅減免才對 也就是說要取消後務稅 才正確的方式 17%以5萬塊的車子來講 可能就已經八九千塊 那直接做讓利 其實消費者會非常有感 經濟部日前與機車業者座談 請業者配合政府加碼措施 來降低售價 不過業者主張17%的貨物稅 相當於奢侈稅 賣一輛車的利潤也相當有限 實在無法再讓利 目前電動車是沒有貨物稅 政府既然推動是油電並存 理論上是應該讓油跟電的政策是一致的 機車成本問題加上政府課稅 到頭來還是有民眾買單 而該如何取得平衡達成三方接引局面 還有待商榷 介紹正中文安寧台北報導